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火龙果 下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一颗火龙果 是用了两个品种的火龙果枝条 给它做了一个嫁接 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会长出了一颗侧芽 它的长势非常好 那么在它长出侧芽的时候 它消耗的养分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地给它施肥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施什么肥好呢 它结出的果是一种水果 我们自己吃的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 也要比较谨慎的给它施肥 像刚冒出的侧芽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氮肥 因为氮肥它是可以促进侧芽快速的生长 那么我们使用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极株的大小 给它使用就可以了 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表面即可 大概用二三十粒左右 把它撒到盆土边缘 不要靠根部那么近 以免烧根 之后再经过浇水 它就会快速的溶解 去放出养分 能让这个火龙果枝条快速的吸收 因为经过了给它施用三次这种氮肥之后 它就会快速的生长 后期我们就不要给它施化肥了 我们就给它使用一些农家肥 它后期结出的果实比较好吃 比较甜 口感更加好 那么使用农家肥的话 可以给它使用这个 养分经过发酵俯熟好的 我们可以放心使用 它里面所含的三大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 我们吃的话也是对人体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结出这个果实 它就是一种有机果实 所以我们吃的话也比较放心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